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我就在想 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 最后一定要相拥亲吻了 以后不要再跟着我 跟踪黄小姐 我真的不是跟踪狂 别动 把你的手从我的地板上拿开 现在就拿开 你手上的葡萄球菌粘到我地板上了 你好好看看 这是一个充满细菌的手吗 昨天 怎么给我翻了两个章节 因为我也从你那里得到了 珍贵之货 这个是施亚最新的广告照片 你是搜集跟踪变态狂吗 反正我心胸宽广 那我们和解吧 喝得酩酊大醉去敲病人的房门 说一些稀奇古怪的话 还要摸人家 能够碰到我喜欢的类型 真的还不容易 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李欣然 好久不见 我一定是在做梦 那个 你是了解我的 我们暂时 先不要有肢体接触 什么 最近已经发生过好几起吸血鬼失踪的事件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黄色禁言令不是开玩笑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又在你记忆中的我太好了 可是人都会变了 在我眼里 你永远都是那个余泽 为什么您一直带着手套 是不是有什么洁癖之类的病啊 我倒是能给施亚很多吧 肢体接触 人那么多 穿那么少 不经过别人允许 就摸别人 在我看来 你就是那种敏人 没错 我就是那种敏人 我现在 就忍不住想要住 将你是浩先生 是我看走眼了 你确实 我走眼了 你绝对不是那种随便的敏人 这事没人比我更清楚 眼色不太好了 好 要不要 装你的手 傻瓜一个 志昊是不是像我喜欢他一样 那么喜欢我 觉得志昊好像一直停留在远处 已经因为我 死了很多人了 鸡生是必然的 把那些基因特别的吸血鬼 抓到手 或者就快了 谁要失踪了 帮我想办法 我妹妹 绝对不能成为受害的 嘻瓜 你由海儿一路 这个人听见了 你也是不算的 你不是这么深苦 但你也会做成为了 你受到陈远的 你得了吗 你得了吗 我得了吗 你得了吗 你得了吗 命运给我很多的关爱 甚至在这样的时刻 也把她送到了我的身边 虽然种族不同 但你总是理解我 支持我 你让我觉得 人类里面也有很好的人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总认为自己不讨人喜欢 就连身边的人 也许都会离我而去 可是现在缺乏的那部分 好像慢慢地被填补了起来